师傅 师傅 今天我们两个也是市场上一人淘了一块料子 你可以帮我们看一看我们两个人谁淘得更好 这是块手工雕的拍子 雕工呢 也还行 但是比起师傅呀 它是差了那么一点 来 我们打单看一下 哇 这些块老诺 俗话说 老诺胜兴 说的就是这种料 怎么样 师傅 我这眼光还不错吧 还行 师傅挺喜欢这块料子 它那算什么呀 看看我的 是我看看你的 这块料子呢 属于一个金雕 来看一下 它的面部和它的脖颈处往下点 它是用的是磨砂工艺 而整片其他料子呢 用的是抛光工艺 来打单看一下 哇 这个底子稍微有点脏 然后还有那种小黑点 整体来说呢 主要它的价值 是体现在它的雕工厂 师傅看嘛 我的料子是不是比它雕的还好 什么你搞错了 你都比我好 我都比你好看多了 又有酸又有鸟的 你那个什么呀 花里不瘦吧 我这个是简单大气大荒 知道吧 你眼睛知道到哪儿去了 你去买简单了 来 你们两个要小笔啊 不要嘛 别人都不要东西 你们两个一能挑一块料 去雕 然后再去做对比 走啊 走啊 谁看谁 好了嘞 两个徒弟都雕好了 到底谁的雕工更胜一筹呢 来 我们今天看看 来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大徒弟这一块 啊 来打灯看一下 哦 是一个春代台 纸罗兰的 哦 这个肉很细啊 而且这个雕工也不错呀 雕了一个肥胖的少女 哈哈哈 这小脸蛋子有点肥嘛 啊 是吧 啊 料子选的也不错啊 是一个是一个春彩的啊 看到没 哇 肉也挺细 哎 可以啊 这块可以啊 来 再看一下二徒弟这块 哎 哦 果然啊 二徒弟就是喜欢一些花里胡哨的雕工啊 看啊 虽然雕的漂亮啊 不过 确实有点花里胡哨的 可以啊 哈哈哈 看到没 哎 这个也是个紫罗兰的 啊 我懂那啥 哈哈哈 这个料子底子也不错啊 底子也是个糯种 而且看到没 有些地方已经化冰了 哎 看到没 啊 可以啊 也是个老糯啊 老糯胜心兵 可以 哎 两个都不错呀 这该如何选择呢 师傅 我觉得雕工呢 应该是 哎 哈哈 嗯 哈哈哈 啊 老铁嘛 我觉得应该留给你们 你们觉得我二徒弟雕的好 还是大徒弟雕的好 当然是我啦